所有護具通通拿出用酒精盆灑消毒 一旁射箭器材也重新整理 新北運動場館再度收起各式器具 因为幼儿园群聚案基因定序确认就是Delta 侯市长不敢大意提高防疫作为 把公有场馆关闭齐天 好不容易已经解封了 但就是又要马上再封起来 觉得蛮恐怖的 因为疫情需要的话该关还是要关 就是大家乖乖待在家里就好 民众听闻无奈 但还是先关场馆比较妥当 但不止室内运动中心体育馆等 还有室外棒垒球场篮球场 以及开放仅一个礼拜的游泳池 也通通都从9月9号开始暂停到9月15 另外一文场馆也占不开放一周 图书馆采用线上预约定点取书 空间容量也降载 新北疫情扩散 尤其板桥最紧张 部分地区场所防疫措施也升级 因应Delta升级 新北市府也决议板桥地区所有的制造中心 都要停业14天 呼吁学员尽量不要外出 板桥区制造中心证实 已经接获停业到22号通知 但新北市还没证实 相关资讯要再说明 还有板桥社区贴出公告提醒住户 因为染疫的幼儿园在社区生活圈 因此出入社区强制戴口罩 也呼吁不要逗留 新北市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 板桥办事处也比照三级 即刻起全面暂停开放 要办事物请到树林或三重 避免疫情扩大 新北市府也紧急征用医院专责病房 防疫旅馆是还有 因为2782现在入住1830 那集中检疫所也都还有空位 我们的医院我们也即刻的清空 准备这个专责病房 以及专责ICU 所以在医疗量能那边 到目前为止是够的 迎战Delta 新北防疫动起来 要杜绝所有扩散可能 TBS新闻雅之后张卫贤 新北市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